吃了这么多年的水果和蔬菜,您知道水果蔬菜也分公母吗? 您知道什么样的水果蔬菜才是最甜最好吃的吗? 不知道啊,没关系,今天我来告诉您绝对长知识。 梨分公母,母梨呀更好吃。 当您去买梨的时候,水果老板呢总会叫你买母的肉多糊小, 可梨要怎么去分公母呢? 梨的公母啊,主要看的就是梨棋,也就是梨子底部的凹陷。 梨棋深的呢,就是母梨。 如果母梨的梨棋深且光滑饱满,那一定是香甜可口的。 西红柿分公母,母的西红柿啊,肉厚汁多,皮薄馅大,番茄红素更多, 比公的西红柿呢更好吃。 那西红柿怎么去分公母呢? 首先呀,看果地。 母的西红柿有六条饿片,而公的西红柿呢,只有五条。 然后啊,看外形。 母的西红柿外形扁圆,顶心往往内凹。 公的西红柿呢,外形高挑尖圆,顶心向上突起。 西瓜也分公母,母的西瓜更好吃。 首先呢,西瓜的瓜底有瓜旗,是个小黑圈,圈儿大的是公瓜,圈儿小的是母瓜。 这个圈儿啊,越小越好,圈儿越大,瓜皮越厚。 另外呢,西瓜表面的纹路,整齐且有规则的是母瓜。 表面纹路不均匀的,则为公瓜。 最后啊,看瓜地。 瓜地呢,就是西瓜的头部。 如果瓜地是直直一条线,是公瓜。 子儿多,子儿大,口感粗而且淡。 如果瓜地,弯曲且卷起来,那是母瓜。 瓜子儿小且少,口感细而甜,是挑选西瓜的不二直选。 您学会了吗? 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这条视频到您的家庭群里, 让家人都能买到好吃的瓜果和蔬菜。 我是王辉,关注我,中老年的生活,不迷路。 来抖音急速版,看视频领现金。